第二 成语它是兼收并序的一种容量的表现 作为兼收并序 成语的容量是非常的宏大的 可以说无所不包 只要你想到哪一个方面可以吸纳进去 都能做到 其他的可能不一定成语就可以 那么这个是从成语的来源方面来看它的特质 感谢观看